加入了OMG之后也是首发登场 但是之前发挥也确实比较遗憾 九叔战场嘛 是吧 你总得给他一个适应的机会 这场就是可以不留遗憾吧 班人 OMG里面先班的是死哥打野 然后是奥拉夫和尼扣 反手的话 RW里面是杰斯建模 那现在刀妹塞拉斯瑞兹 大量的强势英雄都在外面 是 这班了之前对阵那个淘宝战队 是玩了一下死哥 虽然效果不好 但是还是选择给一手尊重 一抢 遗憾是直接抢赛拉斯 直接抢那个赛抱歉 这把也是就是 队内地位非常高 其实现在外面打野还有 包括猪女还有奥拉夫都没选择拿 奥拉夫班了 猪女还在 其实现在猪女感觉有点你要更高一点 但这边可能 自己对这英雄比较有自信 有脾气 RW这边也比较有趣 上来直接选了大鳄鱼 这两边其实都是非常擅长使用鳄鱼的队伍 两边鳄鱼就是OMG鳄鱼选择都赢了 但是现在有两个我觉得单线打鳄鱼还可以的英雄 对吧 这个上单凯南 是普遍大家认为选择打鳄鱼还不错的 好 这边先锁了一个瑞兹 再加一个西维尔 你主要选择其实也不是太看重他对线 主要还是一个配合队友能力嘛 而且主要是配合上中美这种英雄 他越打能力贼强 对 基本上到六级 只要你队友不在你是必死 太恶心了 我们之前也经常讲 就是说这个动物园组合 先看一下第三首RWZ在亮 面对西维尔的情况下 泰坦 现在泰坦在LPL优先级也比较高 但是你觉得泰坦打西维尔好打吗 不好打 对 我觉得很一般 泰坦其实这英雄选出来胜率不高 但是就是大家都爱玩嘛 还是选择一个现在辅助里面的一姐吧 拉克斯斯 我们俩一直在讨论人有什么时候削弱 太过于强势了 而且你会看到他在LPL 现在拥有一个72%的胜率 这是什么概念啊 朋友们 这个英雄现在选出来就没有缺点 无敌 真的 基本上就是 因为像班普拉斯这种 我现在很多时候就一选拉克斯 又可以看出来 这个英雄现在有多厉害 对 而且今天这个 在休息室的时候看来跟我说 他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他只要先手拿出来 你反手没有一个好应对他的英雄 对 现在其实先选出来 你都不怎么怕对面来Counter 你Counter不到的 反手这边2WZ先搬了泰坦 这英雄唯一就是怕对面一直来抓你 所以搬个好配合的 那看看最后一手 再搬了一个中单左翼 他是觉得这个瑞兹可能摇到上面打鳄鱼 有可能 因为瑞兹和鳄鱼的故事是吧 我们也是都知道 但是怎么说呢 就是瑞兹跟鳄鱼的故事 最大的问题还是看打野呀 就是这打野要是老来的 瑞兹可难玩的 而且之前有过那种 我看那个上单选手他打瑞兹一级学个E 我觉得这两个意思就是看人 看思路吧 其实因为真的是有那种就是鳄鱼一级学E 然后打瑞兹把瑞兹打得很难受的情况出现 看AD吧这个 至少拿个AD 然后给摇摆位留Counter 还是直接锁了卡尔玛 因为现在其实虽然RW之前三场全输了 但是我觉得就张无忌这名选手 他竞技状态还是在哪 只不过就之前感觉 包括Haru之前上场的时候 可能对下路照顾比较少 就导致经常一级一开局下路就已经崩了 对 所以今天也是换了魏妍上来 对 魏妍上来之后就明显感觉到 对下路观照会比较多 战术上有所改变 OMG这边下路是最后做了决定 拿了布隆加上西威尔的组合 那这个组合相对对线是比较自闭的 对 不太会管你 但是自己的推线和保护能力比较强 那最后的Counter 看看到底是瑞兹走中还是走上 看一下这边怎么选 瑞兹走上 说他拿Other 那这把其实如果这样选的话 感觉OMG前面找节奏的话 没那么好找 其实这个乐队不是太好配合 人均发育啊 这个阵容 这个阵容三线人均发育 这个阵容我觉得OMG优点在哪 优点在于 起码对线来讲 这个推线权 中下两条线都还不错 对 但是这个阵容配合打野的能力 中下两线实在是有点弱 但是前面讲到你 你下路想要推这边 拉个斯加 卡沙线 是不可能推得过的呀 主要你中路是个沙皇的话 你中路主动权也没有了 另一点就是 我觉得这个瑞兹是 非常容易被跃的 是啊 好尴尬感觉OMG这个阵容选出来 不过还是看发挥 是吧 而且说回来我是觉得 OMG在最近的两个比喻 你能感觉到他们在尝试就是 因为他们这赛季赢的那场 包括前面 他们更多的还是喜欢玩那种 就是前面能拿优势的英雄 然后忙着给你打团 但现在他们有慢慢尝试 就是把这些都放慢 我们打运营 然后我们打中后期团战 看看能不能通过打团赢这个比赛 也是为队伍寻找更多的 获胜的可能性吧 是 但是像就是这种不太擅长运营 队伍你突然一下子玩运营 可能不适应你知道吗 就最后搞了一个虎头蛇尾 那人在改变的这个过程中 总是需要付出代价 但是这把很关键 说实话 就是因为接下来两个队伍 一个RW这把输的话 要打EDG 就很困难嘛 然后这边OMG如果输掉的话 下一场是打V5 就说白了就是 这场比赛是两边都非常有机会取胜的比赛 就是相当于是互相是雪中送炭了 这把 你还是比较直接 是 因为我很能理解 特别是RW这边这种感受 你知道吗 对是 这个网鬼倒 这个看的老师 当时有过很痛苦的回忆 就这种连贵的心情 我是就非常能感同身受的 是 你们那年 你们那年好像是一直输到改名 就输了十几场吧 输到改名 你们那年是输到 改名了之后还在输 对 然后赢了以后是 有一个信息是说什么 就是你们还叫弹战队的时候 到现在一共输了多少场 终于赢了一把 是 是 就那场赢了 晚上跟过年一样 人都蒙了 输的是吧 是 就输了不会赢了 已经 好 那今天的第一场 V3 在成都的主场 来看看OMG跟RW的对决吧 这个大鳄鱼这个英雄 现在确实LPL选的越来越多 对 而且很多队伍喜欢先手把他选出来 嗯 主要能摇啊这英雄 因为现在鳄鱼中单 其实不比鳄鱼上单出场少 好啊 感谢各位粉丝朋友 这场 基石符文都比较的正常 嗯 没有什么 太大的问题 这边 2W没有选择换野区 我还以为他们会学之前RNG那时候 就直接 就干脆仗着中下强势 直接换了 嗯 我觉得是因为有布隆 但是说实话有布隆也打不过 因为这边 雷克赛这英雄一级确实没有啥用 雷克赛二级也没啥用 是 必须得有三级 就是你QW少一个 你都 很难玩这个英雄 嗯 这里就是直接被对面看到 两边其实算 算是换了个野区视野 嗯 嗯 这把就焦点 就是上路对线 其他两条路对线 基本上没啥看的 这瑞兹前面单打单打鳄鱼 前进 哎呦 Q到了 不过守护者的盾是减了点伤害 嗯 那下路对线前面肯定很难受的 你这两个人手也比较短 面对拉尔斯这种手长又带盾的 你是不敢换鞋的 你只能打兵 嗯 然后西威尔这把还没带 那个训捷步伐 嗯 就导致这把被消耗其实很伤 啊 我们的第一视角是Icon啊 大家可以通过我们 Zoe和古牙两个品牌 来收看我们的选手第一视角 每场比赛 现在是要三块钱 可以看满BO3 我上次看了一场 他那个礼物支付太便捷 我没反应过来 就他是进去提示说 你要看吗 然后你点要看 好了礼物就自动送出去了 对 他那个就是你进去的话 可以先试用一下吗 没了 现在没了 现在不行了吗 现在进去就得付 没有 现在我记得我昨天点进去 还是能试看个两个 我那天看那个小东北那场 就是V5那场 结果进去就直接 送了个礼物 来看一下冷哨的选择 也是比较常规的 那个致命节奏的 带着坎岛欢欣和凯旋 然后复兮时 法律流系带跟超然 现在阿瑟无非就是 这样一种 还有带彗星的吧 也就是这两种 电型的也有 但是少一点 选这个就后面打 团厉害一点嘛 而且选这个可以出法穿鞋啊 这里朱梅也是来到下路 没被视野发现 Q闪被盾挡了 布龙举起护盾 这波朱梅能不能打出被动 打出被动定住的是布龙 其实西威尔这个闪 是觉得自己会被定住 但是勇动领域最后判定 是在布龙身上 这闪交的比较的尴尬 但是这种也很正常嘛 毕竟就这种情况下 第一时间 当然是球稳 他没治疗主要还是 对 有有有 布龙带的治疗 布龙带治疗 但是没交 这边就是下路 现在这个线很难受 就是你打野 是下面开始刷上去的 我这上面开始刷下来了 那这边西威尔 你可以看到 现在补刀上已经落后了 又来了 2234 这地方还是没眼 来看一下西威尔 这波是没有闪现的 护盾挡了Q W挂上两层 一技能还没有出手 被布龙带动打晕了 一出手的时候 西威尔已经来到塔下 这波是又靠着治疗 跟法律护盾挡了Q的鸡飞 点个赞 你这么喜欢我 是 这边两波刚刚撞完之后 没有对下路 闪成实质性的影响 你说你打比赛 对面的打野狂来下高 那就问打野 打野在干嘛 怎么不去搞他的队友 是吧 要是就是 打野做到事了就没事 要是打野没做到事 我死了 那就是打野问题 就喷起来了 那倒不会 就不开心 不开心 是 但其实这段时间里 雷克赛去 反了一组猪妹的F6 也没干到啥 其实这边 开局还都比较平 但是你看看上路 这个补刀呀 这个猪妹不来上的情况下 holder前面对线 被推得非常难受 来中挖出来 沙皇直接是通过 一技能拉信的时候 打出了花田的一个闪现 因为 去怕被雷克赛 直接交闪顶 但是鳄鱼之力 被小压一点 无所谓 其实现在鳄鱼 对线你经常能看到 前面被压一点 只要是打野愿意帮你 后面来一波 直接就全打回来了 尤其就是 有六那波越一波塔 对面 只要被你越塔杀了一波 就很难受 前面这个普刀 也没有什么大优势了 鳄鱼现在选出来 还是配合队友 其实自己一个人 单线想打鳄鱼 是有点困难 就除非是那种 你打弱势上单 候选鳄鱼 我觉得还有机会打优势 但现在一般候选 不会选鳄鱼 会选其他更好的 对就会选更counter你的 是 鳄鱼一般都是先除 因为这个英雄 也没有什么特别怕的英雄 然后他中期打团 能力非常强 比较全面吧 我觉得鳄鱼现在来了 这波有机会啊 就是这波鳄鱼到六这波嘛 这个瑞兹 有没有人能TP救他 没有 那我觉得死了 三包一 鳄鱼这个位置 还可以交易上来 晕住 中美扛好塔 甚至是 这个卡尔玛下来 多蹭一个助攻 这里球稳了 其实两个人就杀了 对 但是 反正卡尔玛回线吧 对 就是把肉你吃 有汤大家一起喝 兄弟们一个都不辣呀 啊 这边这波越了之后 前面积累的一点小油 是全没了呀 是 啊 这把遗憾前面 又是没有做到很多事情 那第一条是一个土龙 这个土龙其实 啊 现在在打了 利用上一波 大野在上的机会 那这个土龙应该 RW这边得放了 呃 OMG是可以接受的 其实 对 OMG这波等于是利用 瑞兹 被击杀 以及就是他交TP的 这个劣势 然后去换了条土龙嘛 是 但这波你可以接受 下一波的话 因为你没闪了嘛 别人下一波 鳄鱼还有闪 打野来的话 你还是要死 嗯 那就看雷克赛了呀 对 主要是看下一波 这波只是 就是为之后的爆炸 埋了一个伏笔 看着伏笔能不能 就是用上 中路 没闪的 这波 Icon甚至可以 一过去交闪回推 不用了 距离够了 直接进去想推回来 那一个人交闪顶 Icon这边一直在打伤害 这边都出发之后 杀兵的Q 再招出一段杀兵 通过PNA 把这个人头打掉 这里感觉 走位还是有点不小心 对 其实他没闪现的话 碰见对面这两个人 你就只能吃塔下的兵 主要是现在沙皇的Q短 你其实是可以站在一个 他一加Q都不能把你回推的位置 就你起码他交个闪吧 你站在一个 起码他要交闪 让他把你回推的位置 这龙死了就是白死 雷克赛连大都没用 甚至 你来我往 这边也是来了 但是好像没有特别想安排 这波限很多 要安排了 额域有大 感觉这边不是特别好安排啊 有机会操作 两段一 大招跟出去 鳄鱼这个位置交闪 进防御塔 打个闪 那这里鳄鱼还是很难受的事 打兵吃不了 跟死了也没啥区别 而且关键是 这个位置雷克赛是卡着 不让你回来的 再打断 那这里好亏啊 还能吃着肚层 所以我们说回来 刚才卡尔玛这个TP 对 你这有个TP直接踢下来是吧 就舒服了 这里被包了 第一时间 但是左卫 躲掉了一个布隆的Q 但现在布隆位置很安 自己交出一个闪现 我觉得是西威尔跟布隆配合有失误啊 鬼神Icon一段想守这个红 要小心 拉克斯在这个野区的作战能力 看一下红Buff 猪妹交场拿掉 RW还是利用刚才雷克赛在上的时候 很主动地打了一波入侵 感觉猪妹还是要去帮上啊 你这个来下路感觉 没有太大意义啊 这把两边上路很关键 Q大甩鞠 又被盾挡住了 闪现Q被走位躲开 有点随意啊 你有没有觉得 这种就是 就是堵对面太菜了 然后反应不过来 但这个反应其实 猪妹这个Q啊 有点好反应 说实话 对啊 真的我是觉得有点随意吧 这两波 对 而且刚才 刚才那边应该是感觉到了 因为你刚才是来过野区抢了红嘛 知道你在下路 可能是有防备 这里猪妹 一波成功击杀之后 没选择继续去上路安排 感觉 这现在上路小鳄鱼好难受啊 我选了鳄鱼 你也不来帮帮我 是 兄弟说好的 我们一起把上路打穿的 对 我一选鳄鱼你都不来帮 现在鳄鱼心里苦啊 早知道这样 我一选选凯南好不好 是 对吧 你反正也不来吧 早知道让我五楼出 一楼打猪妹去 对 一楼打猪妹感觉很合理 是 虽然对面打也先出了 不过现在这个局势来讲 其实对OMG是比较有利的 主要是因为这个鳄鱼 现在没有得到更多帮助 而且肚层被吃的比较多 对 而中下两路 本身我们说OMG 这个对线前面 其实有点难受的情况下 没有什么劣势 反而是中路还有 打野帮助完成了一次击杀 这前面三波干渴 干渴下来 其实下路没有拿到任何优势 反而这个下路比较重要 资源土龙还是让OMG 这个趁你去上路的时间段给吃了 我是觉得RW这几波下路 抓的太想当然了 对 太勉强了 其实没必要 这把就 这两排这种选择就知道 这把哪边上路打赢了 就赢面就很大 就全围绕上路打就完事了 看后续吧 这边是想得直接做一个换线 下午前锋在偷应该是 诸美过来 阁强插了个真眼 看到了 选择拉出来继续打 毕竟自己的双人组先上来了 而且瑞兹这波TP马上赚好 是 但是这边人全都在 这个buff也是不敢硬顶着打了 这个下午前锋 但是这里瑞兹是抢先来到下路去推下路一波线 鳄鱼是赶紧得回去守下路线 是 那这里还看这边OMG想不想打这波了 想打的话其实可以继续打 就是逼你过来跟我打 然后你鳄鱼现在就很难受 你刚刚回家准备补下路线 你要不要踢过来再接这波上面 对 好 没有打 没有打也很正常 因为现在作为瑞兹来讲肯定还是不想来打的 对 因为你不打我可以在下路一对一 继续压这个鳄鱼 现在他这个装备打鳄鱼应该是挺好打的 鳄鱼应该是还不了什么手 又来了 法律护盾交了 那这波有个机会QR是被闪现再一次躲开 这把感觉珠妹跟这个西威尔是 王不登绿豆啊 对上眼了 无论如何都要把这个技能往你身上甩 对 阿达说可能之前输了三场之后反思了一下自己 就是下路抓太少了 对 需要多帮下路 毕竟张无忌嘛 上台阶赢的局 就张教主站出来也非常多 还是什么EZ大招抢 你看ID就知道这个人就是有主角光环 是 必须得帮一下 那这把感觉又有点用力过猛了 枪 频繁的帮 但一次还没有帮出效果 对 现在一次都没啥的 继续打 这波是瑞兹徒步支援 那最好的结果就是你不接 但是如果RW接 他们可以领先一个鳄鱼的TP 应该是不接了 因为这位置都被站住了 你现在想过来过不来了 下午前我打下来 卡在了14分钟前 这里也是用这边瑞兹自己的一点优势 换了团队一个优势 就是我亏一点 但是大家舒服 我吐一点出来嘛 没关系 你帮我 我帮你 大家都是好兄弟 是 现在继续回下路 下一条水龙也刷了 但两边对于这水龙应该没什么太好的食欲 呀又来了 又来了 是吧 又来了 今天就必须抓死你一次 抓了半天 一次没抓死 感觉现在猪女心里有点不舒服了 但这波这个线没有机会啊 是没有机会 因为OMG的下落还是比较稳的 说不定大招也没好啊 对 毕竟新人嘛 第一场就是风头不能太过 别老是想着搞事情 对 稳稳定定的 对 稳中求胜嘛 是吧 我们讲究一个 这个中庸之道 这还在蹲啊 一头耐心的猪 他蹲到自己大招CD好了 看看要不要再试一下对面反应的过来吗 但是有布隆啊 我说实话 开到布隆取个盾 打不死真的 下落是帮瑞兹去吃肚层 来看一下 Q 骗盾 打不就闪 盾挡了 大招又丢空了 Q到两个人还不错 布隆的护盾挡住了一些伤害 从没这时候卡拉卡拉很残 而且踢不下来的卡尔玛 给大家一个阿姨 终于成功一波 但是与此同时 下落的一塔 应该是要被瑞兹跟雷克赛吃掉了 这个先锋是 撞死了 撞死了吗 对 那这边 其实这种干客的话 不能说亏吧 但是就没有特别赚 就两边等于说是互换经济了 因为这边有个医学塔嘛 而且这波 RW这边教的技能也教了不少 教了个贴 然后教两个闪现 教了卡尔玛的所有技能 这里OMG 其实甚至可以把这个水龙也吃一吃 这水龙奖那里应该要空的 是吧 因为是白给的 这水龙不吃就说不过去 来试一下 2W也是有视野 但是没办法 只能看着 那能啥办 那能啥办 就安慰一下吧 兄弟们没事 这波水龙不要紧 兄弟们这波卡沙拿人头了 没关系 这边拉克斯这个Q还是很到位 是 既然这个猪妹这个甩鞠没甩到 但是没关系 队友给力 杀了就可以 这边杜层有点夸张 OMG 这瑞兹有点肥啊 现在瑞兹起飞了呀 这1000块钱的杜层天 你敢信 而且其实卡沙 是很恶心 瑞兹的 就是打团的时候 对 卡沙是非常恶心 因为瑞兹这英雄就 民工三联嘛 是吧 你手短短的 AD都很怕瑞兹 对 手短短的位移 对 直接EW就定着你八年 过来搞瑞兹 Q Q到了 那猪妹甩鞠又重 这位这伤害他够不够 应该是够了 卡沙而过来 虽然是超普克刷了条护盾 但是还是被击杀了 这个人头也是没有选择 去让给张无忌啊 感觉讲道理 应该要让一让 这波 Kurs其实是有点犹豫 他要么就是直接回头走位 也扭的 要么就交闪吧 他这波是没有想到那么多 然后直接就被 光之进度定住了 按照RW现在打的这把战术 他应该是知道 就是张无忌在哪 我猪女就在哪 是吧 这把下路不是个双人线 是个三人线 化身为另一个辅助 对 现在也是感觉RW 被RNG给打了之后 是吧 我也这么玩 感觉还挺爽的 我学了一手 我就保着下路玩 对 我就保着大哥嘛 是吧 赢了就是大哥牛逼 是吧 输了 那就没办法尽力了 真的吧 你们原来也是这样吧 不能吧 我们原来就是没大哥 是吧 我们是 又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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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这个位置直接交闪 大拉斯Q 还好 拉斯这Q中又没了 是 Q中又没了 啊 招呼机这么玩 好爽啊 哦 防卫塔已经加温到了 非常高的伤害 这下如果没有 W感觉要死了 防卫塔都看不下去了 嗯 这里趁机 艾卡也是在中路 偷点掉了对面中路的伊塔 是 虽然现在OMG人头上落后 其实感觉现在 对OMG来说 还是比较能接受 这位置不让你拍真眼 直接交TP 这个TP是瑞兹包下来 但是这波 能不能留到人 我们看一下遗憾的位置 很关键 直接选择大招进场 对方身后有TP做保护 遗憾吃了一波伤害之后 没挡个电僵 而且冷哨的这个Q技能卡住了 他并不能很智能的 穿过这么厚的墙 所以这个沙兵就留在了原地 这波就两边互换一个T嘛 因为OMG这阵容 想要留人 其实挺难留的 他们这阵容 都没有什么控制 而且手都比较短 就是硬留 而且另一点是 西威尔刚才不是第一时间在正面 对 第一时间不能开个大招 直接过去追人 对 现在就等下一条火龙 火龙不刷 这两边 讲道理 我想不出来 能打起来的理由 就除非是 RW边摇奖摇到了 就有人位置站得太差 然后被摇奖摇到了 但是对面一个进化 再加上一个布隆 西威尔还有盾 你的奖 感觉 好像也有点难摇到 说实话 中奖几率有点低 现在两边就是慢慢发育呗 但是卡尔玛这把发育还是不错 RW这把还是就四宝一 护盾流 好大哥玩 神盾局 神盾局 大哥发育还是很到位 大哥装备没有任何问题 现在卡沙这个出装就是装备成型贼快 就经常你能看到卡沙前面发育好一点 我三件套的时候你才两件套 就是变相版的伊泽瑞尔啊 是 他是跟伊泽尔一个道理吗 一件稍微贵一点的 伊泽贼便宜的 我觉得问题就是出在摩切太便宜上了 是 对吧 反正照大家现在这么玩下去 我预言这摩切很快就 又要被砍 又要被砍 真的是又要被砍 有可能 因为照现在这么玩下去 我之前最新鲜在看 那个rank里杰斯都卡卡往外淘摩切了 这边RW也是想先站好了 这个小龙这边的视野 而且这波正好是赶上 遗憾要回家 所以OMG并不敢先往龙坑靠 河蟹可能要先被书妹打掉了 对 这边瑞兹还在上路去带 然后鳄鱼没办法赶紧回上路防守 那这波瑞兹可以先过来 看能不能配合队友 把这个视野给抢回来 看这个瑞兹怎么选的 这个鳄鱼再不往下走 这个火龙可能要来不及了 现在这个时间点毙了 感觉有问题啊 这你前面做的视野等于摆错了呀 拱手让人 这里好难说 那这边感觉 OMG站住视野可以直接开龙啊 是因为现在鳄鱼 还在上路 还在上路 这边也都有视野 你的一切都暴露在我的眼底 那肯定直接开了呀 是而且这个位置站住之后 来看这RW怎么打卡 先给自己一个护轮过来 牵牵牵在布龙身上 但是这一下并没有什么效果 龙已经被弱掉了 光是进攻只进攻到了 对面的辅助中备Q大甩去布龙叫甩来 没有没定处 特别瑞兹开车接送三个人上到河岸 让吴基一马大线接R过来 回是布龙一个R 帮不出队友解围 而且Keyn在边上开着狩猎跑得飞快 这波是靠着这个金蝉脱鞘 瑞兹的一个取静折月 把三人送上自己的野区 这里就是RW决策出了一点小问题 虽然刚想夸一下他们 就是视野来得挺早站住了 但是后续没有守住 你这视野得白站了 你还不如早点回家 然后再出来抢视野 对 又想在这波打猪妹这个时候 没大招 RW的先手不太硬 回身是惩戒拿到了 而且光是进攻 是被法律顾顿挡掉了 这边先手这边OMG 其实先手挺少的 如果要打团的话 一般都说RW这边就先手 对而且OMG这个阵容 其实 他们反手厉害 有布隆嘛 有布隆撒黄 对 反手厉害的多 他们先手其实挺难受的 先手如果你雷个再进去的话 基本上直接被秒 两边主要还是打一个拉扯吧 两边这阵容 其实还都挺适合拉扯的 对 这把应该得打一会儿 不过这把 这个龙的属性 可能会让这个比赛竞争加快哦 这把遗憾其实 我觉得比前两场发挥要好太多了 我觉得打野这个位置 还有一个很重要 就是最近这两个礼拜吧 跟队友一定是打的 迅速再也更多一点 对 打野这个位置 其实是挺吃磨合的一个位置 但是你不得不说 昨天就是老安爹 那个打野一上来 让大家感觉 捡到宝了 捡到宝了 是吧 挖到宝了 今天OMG也来挖一挖 你看看这AD选拳手 看能不能挖到宝 目前来看还没看出来什么东西 但是这把已经扛住压了 我觉得已经 就正常防徽吧 几个盾放的都比较关键 是 对吧 你别说这个 但不能光看对线 咱们还 团战还得再检验一说 对线没有出现什么问题 尤其是在被这么 侦队的情况下 可是只死了一次 对 这把死一次 其实已经非常及格了 想到你 如果操作失误一点 或者怎么样 现在应该死个三次 不过分 顿晚一点 中一个大 就多死一次 对 或者说 走位没有扭掉 其中某一个KO 就又死一次 这位置OMG是 刚刚把龙格式也不玩 又被RW反抢回去 但是上半期的河蟹 是OMG的 这两边打团 其实就五五开吧 现在虽然OMG班领先了2000块钱 但其实 如果打团没处理好的话 还是有可能翻车的 因为这边护盾太多了 而且你从英雄的属性来讲 打团 这个雷克赛比中美要稍微差一些 对 差多了 差一点感觉 但是这边瑞兹打团 要比鳄鱼要厉害 对 一来一去 其实差不多 上校 上校 直接给个七三开 给个七三开 这都是7.3 2.7的这种 比较夸张的 对 但其实实际上 我觉得六四吧 七三有点过了 我也觉得七三有点太高了 哇 这都7.5 2.5了 是 六四开吧 现在就 有领先 但是不致命 操作空间还挺大的 对 就没有到 说没得打 这个程度 而且我们 因为LPL赛区 四宝一本身就那么多的情况 我们看过太多吧 就是四宝一 然后个人能力强的AD 逆天改命的比赛 对 后面 身上全是盾 你会发现所有输出 灌到这AD身上 灌不死他 就很难受 对 而且万一你给他收割了一波 他装备领先你们 这就很难打 这把卡莎发跃还挺好的 现在两脉又是进入一个漫长发跃 那下一波土龙 应该是会打吧 这土龙还是有点重要了 而且关键是 RW再放OMG两条土龙 这个比赛就非常好打了 因为接下来瑞兹单带正面队友 直接找一个开车可以偷龙 对 直接找一个开车 RW很难处理 这把就是 这个鳄鱼前面 没什么声音 都会不帮他 鳄鱼这把已经是打不过了 你看鳄鱼的出装也懂了 也不想着C了 就龙刀什么的 咱也不要了 好吧 老老实实出点肉 那我觉得还是得 我出装刀还是得 但是他这把这个出装 现在已经做不了了 你不可能后面再补吧 这把应该是没打算做了 看看下一件吧 下一件要补补 可能这把就补补了 下一件补 他一时半会儿也补补出来了 而且现在鳄鱼应该也不太 因为他现在单线 已经打不过这瑞兹了 这把他都不可能打过这一次了 这瑞兹还是 最克制他的正义手段的那种 虽然我没死过你0-2 但是 我就是打得过你 对 我就是比你狠 对 没办法 英雄决定的 现在主要这边 OMT这个中塔 其实RW推不下来 所以节奏想快也快不出来 RW这边又是先往龙坑走 猪妹这波的血量 不是特别健康 身上还没有狂吐开甲 来看一下这波 OMT直接可能往上走 你要是斗土龙 我可能就开大龙了 直接来了一波 唯唯就账 你敢所有人都去吗 你去了我直接打大龙 是吧 土龙换大龙 那我肯定血赚 鳄鱼这边也先到位 鳄鱼的位置其实从这个角度看是稍微有点脱节的 赶到了队友身边 这边所有人都过来了 但这边感觉可以先派两个人去打一打这个龙 瑞兹这边自己也初初开始偷一下 队友靠过来掩护一手 RW因为没视野 不敢贸然的往前拱 这个龙可能要被打掉了 那要不了了 那这两拨龙的处理有点差 我觉得 这是实在是龙的处理稍微差点 OMG今天在这个前两拨小龙处理上 确实比RW这边要好多 就第一时间RW站住视野之后 OMG是没有选择 就是贸然去进去跟你硬抢一下 他们是选择往上走 把你逼回来 因为你确实你不看人家开大龙了 那这样这个两拨龙拿完 我觉得优势是有到七成了 对 那有了 因为你这两拨龙拿完之后 你的战术会丰富很多 就你可以不靠着打团去获胜了 就你赢的方式很多 对 主要他们这个阵容 其实打龙有点快 那是 我感觉现在如果五个人集合的话 十秒以内应该拿下了 而且他们这个阵容有另外一个优势 就是他们有瑞兹开车打龙这个选项 这个是我们精彩的比赛里看到的 这个也是 我觉得现在他们很大的一个优势吧 而且他们推线也快 你想西威尔和瑞兹 这个两个英雄推线能力都不用多说了 是吧 后面只要就现在就找机会 是吧 上中线一推 直接转这个龙 RW其实没办法 那你说站RW角度 就只能找机会 看猪女能不能开了 他只有这一种办法了 想上Q过来想骗个盾 但是 卡这边丝毫不慌 因为你就一个大嘛 你大了我用E挡一下 是吧 前面都已经吃过这亏了 现在也不敢随便再放大了 是 这也不好开 其实 虽然RW好开一点 但是也仅限于前期 现在等级都起来了 贸然开团的话 队友跟不上 上皇帝塔 中路压缩兵线 这波甚至有机会 去动一下龙 对 他中路这个太阳圆盘 把线推过去了 是有机会打一下龙的 来了来了 已经在打了 瑞兹一个人先抠起来 但是 队友在上面做表情 这一下RW反应够不够快 因为现在还是有人在做表情 这个布龙依然在做表情 杀魏在做表情 这龙已经半血了 反应过来了 魏延在往龙坑走 那OMG也不选择 把龙偷到底 我感觉OMG这边 不想拼惩戒 对 就是不想拼惩戒 刚才那个血量 你说RW 绝对是RW下来了 但是就是怕被抢 我觉得这是一个 球稳吗 球稳的选择 对 因为你万一呢 万一惩戒惩丢了 对 那不是前面所有努力 付出东流了 OMG这里 现在其实战术 也比较简单了 我觉得他可以让瑞兹 先去上路带 然后剩下人在中路带 把上中两条线 都带过去了之后 然后直接找机会 直接转 这样的话 你RW 知道也来不及防守 是吧 或者就是找机会 开车过去转 对 那样其实一样的 就线带过去 直接开车过去转 因为现在这边 你会明显感觉到 RW现在兵线处理不过来了 只能吃过来之间 当然现在RW 希望就在于 教主已经三件套了 这里现在还是 OMG打的 没有说那么急 就是还是稳辆稳辆了 先给你去 一边发运一边找机会 对 但是继续往后拖的话 其实OMG这个阵容 后期感觉要更厉害一点 因为他的 输人马组合 对 后期能开始的点比较多 说实话 就是上中下三条线 都有开始的机会 而且右边 右边就只靠一手 只靠一手 四宝一的卡莎 大多的鱼这种英雄 都是随着时间 退役越来越弱的英雄 后面基本上就是进去 就是出最肉的装备 是吧 最狠的打 现在也是这边 操了个小表表 这波 要拼了呀 打不溜 再不拼的话 打到后面真的 容错率就太低了 就只赌一手卡莎 无敌发挥 而且你还得对面失误 因为有个布隆 说实话布隆在的话 布隆这把打团 什么都不用干 就单防卡莎 把被动挂上 你的任务就结束了 都不用挂上被动 就把卡莎第一波 进来那个输出 给他挡掉 挡住挡掉 因为这边 前排虽然说也还可以 但是这几个输出 其实你的鳄鱼和猪妹 是顶不住的 Q大找机会 这个机会不错 雷克赛可能要 别人定死 大招放出来之后 开一个秒表 闪见到开一个秒表 还是被叫做收掉 而且特别看完秒表 蝴蝶应该也要死 失误了 稳了一辈子 稳了一辈子 临门一脚 出问题了 而且你知道 他钻在地底下 他没视野 对 他交不出这个闪现 他如果是在地上 他能看到猪妹 有预警 对 那这里这个龙 应该是要给的 剩下三个人 感觉防守不了 想过来应接一下 这个双C 这波的AOE还可以 但是有没有输出的机会 西味儿抽到了一发W 回身际运气场 想防止对面冲脸 但是龙打完 而他们其实可以决策的 没机会 这边双盾 打龙根本不凋鞋 你这波赶进来 我直接不打龙了 直接打人 你全都要死 哎呦遗憾失误了呀 这个 没拿过大龙 前面没拿过 没拿过大龙 对 这个 也是 本赛季的第一条大龙 好吧 现在 AW这把 这条龙打完 说实话 AW现在还不能说是 就是比较稳了 其实 OMG阵容在往后打 还是机会还是比较大 他们这种 手线能力太强了 他们很难上高地 不一定推得进来 你这条大龙 他在地底下 他没有那么好的视野 能看到 朱美阿推过来了 他如果有预警 他能交闪现 躲这个大的 这也是雷克赛 经常会遇到的问题 这里说实话 我觉得布隆这里 其实时间卖了就行了 这已经救不了了 在这位置 是吧 好兄弟 好兄弟 买一送一 不求童年 同月同日生 这波布隆要活着 还有那么一丢丢操作 好嘞有的人都记下场 布隆活着 布隆死了 就彻底没记住 朱美又在侧面 这个位置被发现了 所以是定了 打一套 但是朱美这个时候 身上有实验鬼石板甲 还是蛮肉的 终于是 W就也就抱团了 是吧 因为现在鳄鱼 带的话也带不出来 太大东西 就只是牵扯一下 牵扯你一个有用的人 因为现在鳄鱼 在正面也没啥用了 有龙buff 有龙buff 就装一下吧 但是实际上 这条路也带不出来 啥东西 但是正面也不好推 这边手下能力太强 你看这个 还好有个步顿 可以挡一下 西伯尔的W的盘射 正义荣耀 定不住 防一塔在打他 直接打了个闪键 这边打着 记彼了朱美 朱美这个位置 香鬼石板甲 没开出来 被一口直接咬死 而且瑞兹随机 开出自己的车 没有人上车 回身Q到了 拉克斯交闪 过墙 布隆Q闪 地死掉 这样 双方零换一 但是 RW的龙buff推进 应该是被阻止了 感觉 莫名其妙 怎么就 硬紧着推 就推出事来了 直接 其实他们这种 不好推的 而且我觉得 他们最好 就是鳄鱼稍微把线带一带 直接靠过来 利用人多的优势 去推这个塔 会稍微好推一点 你这样的话 就正面四个人 这边OMG 手比较长 根本不虚拟 而且推进的时候 特别的视野很差 完全不知道 瑞兹在哪的时候 瑞兹直接开个阵子 然后冲上来了 那这波自己拿龙buff 然后一个塔没推 推了一个中路一塔 是吧 推了一个中路一塔 然后自己这边 反死一个人 其实节奏上 没有怎么提升 他刚才实际上 会石板奖没得出来 其实挺失误的 我觉得他摁出来活了 我看不知道 被什么技能空了好久 一直在那罚站 但是 他是被布隆 那个大招击飞 加被动 加零在击飞 然后 最后是那个 咬了一口 在天上就没下来过 这时候不应该狂摁一吗 就如果你那个石板奖放一 对吧 那这里 RW龙buff浪费了呀 这龙buff马上也消失了 应该是起不到什么作用了 首先太强了 OMG这个阵容 这个塔一丝血 看有没有机会 大炮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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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想过来摸一下 但是现在有瑞兹在 对 你不需要等线 不好摸 那这个塔应该有机会 讲到你这波线来了 OMG不会应手了吧 这个应手感觉不理智 摸一下摸一下 那继续等龙呗 下一条远古龙 还有两分钟 大龙也差不多 谁点风暴聚集了 举个手 对吧 现在没注意 现在点的很少了 对 因为现在游戏时常 30分钟差不多 30分钟左右 对 现在那个东西 风暴聚集 而且还有一点 是饼干太强了 对 现在富系都是起地 找饼干吃 对 现在一般就是饼干加鞋子嘛 虽然鞋子被砍了 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 还是比较好用 或者就是你出大了瓶的饼干 加这个时间有去 那就是对线的打法嘛 抓瑞兹 开车抓鳄鱼 但这个位置正有让 开出来之后 鳄鱼已经往上跑了 看一下福尼库 能不能中 EW直接定1.5秒了 你看Q型的眼 命中 位于打出自己的红组 之后 交出闪现 但这个闪现 感觉是个死亡闪现啊 最后一下平 队友来了 队友都支援过来了 有机会 这锅可以反打 布隆第一时间 举了个蹲在前面 非常肉 后续这边 由于 就下来了 张无忌是没有在啊 是吧 主角还没登场呢 我刚才是觉得 我还记 有点少技能 就他 他没有全部技能 交去杀这个鳄鱼 曹里有个瑞兹 而且这波卡尔玛 是没有闪现的 但是他没有再往前赶 赶走了 第一时间 他感觉就是 鳄鱼应该必死了 对 他们都没有交技能 我刚看了一下 没有人说 先多交技能 哇 这游戏暂停了 怎么一跟广哥解说 就出状况了 不是 不是我的问题吧 不是我的问题啊 就明明自终 是吧 都是玄学 说不清 说不清 但是到底是咋回事呢 又到了你的主场 这场也没塞拉斯啊 主要是 我都说了 不是塞拉斯的问题 是吧 你还不信我 哇 这场也没塞拉斯 咋回事 我们要等待一下 导播的信息 然后等一下 这两天看到这个画面 一黑白 心里 咯噔一下 心里就开心了 广哥 我不开心 已经开始为接下来的 是吧 几个小时的freestyle 做准备了 对 真的 那前两天还在嘲笑 另外两个遇到暂停的人 今天没想到 今天就给了一个和他们 较量一下的 那应该不会 那我觉得应该是不会的 尤其是因为 这个现在原因还未知 对吧 我们一会儿等一下 导播告诉我们原因 是 你好像是第一次碰到暂停吧 对 因为我就是 之前跟常王还没碰到暂停 那你要好好体验一下 做解说最有趣的一个环节之一了 但是今天其实我有预感 因为之前都是跟他们解说 怎么就有预感了 你这个说的就很奇怪 就说不上来你知道吗 就感觉到了 那种感觉来了 挡不住 就觉得今天要遇到这样的情况了 对吧 就跟我搭档 必须得给你感受一下 对 我们英雄人们解说 都会遇到的暂停 没事 人都有第一次 告诉我你现在最真实的想法 我没有啊 我就看你发挥 我就喊666就行了呀 是吧 你跟别人暂停 我还怕 就跟广哥一块呢 是吧 主场作战 别别 我现在其实 也蛮怕的 对 因为那天你和 记得不是说 哎呀 还好暂停 遇见的是我们两个 是吧 虽然我没有记得老师 那么会聊 是吧 但是我就 专业喊666 就我负责说 你负责在边上 帮观众应贺 是吧 那我们 感觉有点扯远了 还是分析一首比赛吧 我是觉得 现在这个局势 对于RW来讲 最大的问题就是 他们 很难去找到 终结比赛的办法 对 他们现在 就算把龙拿了 你会发现伤不了高 就我 我OMG可以给你机会 但是你RW不能给机会 你给机会就死了 而且另一点就是 这个四宝一的卡莎 现在打不到团 几乎打不到团 因为他们最大的问题 就在于 就虽然你一直倾泻 给下路很多资源 但是下路 你没有把下路帮起来 就下路也不是那种 对线就打穿 而且另一个重点是 西威尔并不是那种 很劣势的西威尔 对 他还是一个比较正常发育 而且装备现在 已经很到位的西威尔 因为西威尔 补发育能力 算是AD里面最强的了吧 对 是 AD里面 西威尔你看他 前面发育不好 给他一条线 你过十分钟再看看 装备比你ADC都好 而且西威尔这个英雄 打到后面 他打输出的能力太强了 这也是为什么 现在唯一真神 就AD那个位置 唯一T1的英雄 胜率还是比较可以的真英雄 就还是T1 我看了 就T0 唯一T0 就因为一般那个排名 是最高是T0 然后现在好像只有西威尔是T0 就现在都是T1 都没有他厉害 对于LPR来说 这个英雄 基本上选出来 就感觉就定海神针 现在在下落 对 而且这个英雄 不可能崩你选出来 就 就算你对线劣势了 这个英雄中后期 往回着不得能力太强了 对 就这种英雄 他对线劣势不像什么 你选个卢仙对线劣势 你觉得天都没了 对 你觉得这局游戏玩不了了 对 但是西威尔这种英雄 就是属于典型的 你怎么都觉得自己有机会 是 你给我打团 我就有机会 而且 现在又是大家开发这种 就带个新屏节奏 然后直接出两件暴击 两件装备的伤害就很高 就是那个西兰刀 加五进出来 那一波就已经很猛了 然后打团AOE能力 也比较强 在AD 现在其实 常规AD里面 AOE能力都不是特别强 对 主要还是个单点作战 你真正打那种正面抱起来的那种团 其实像卡莎输出没有那么给力 就像他这种打团这么好打的AD 现在已经没有了 就老鼠能比一比 但老鼠上不了场 是 老鼠这个前面实在太弱了 现在就玩的比较多的 就卡莎 侠 西威尔 对 林文强拿个女警 这都是属于比较少见 没那么好用 就只是拿出来选了 可以打 但是效果其实都一般女警选出来 没有说那种 就是很开锐的表现 特别为什么没有人告诉我们 是出了什么状况 我估计可能导播也在等 就是因为 毕竟是在成都的MG主场 是 就是可能导播现在也不知道 他要知道 他应该第一时间就告诉我了 我们导播 这个还 对于导播来讲比较幸运的 其实是今天暂停的导播 跟那天不是同一个导播 我们是两个不同的导播 一个是 就那个导播先要告诉我们导播 我们导播再告诉我们 不是 我的意思是 就是那天碰上暂停 跟今天碰上暂停 还不是一个导播 就还好 那就 这个意思就不是导播的问题 对 不是导播的问题 是 就是解说出现问题 完了 完了 得到了消息 这个消息是最恐怖的 本哥也是露出了 你们看不到 但是已经露出了开心的微笑 我是露出了 一切劲在找 我露出了尴尬 而又不失礼貌的微笑 就是因为我们刚刚得到消息 是RW的AD选手张无忌 遇到了一个游戏内的问题 现在要等待问题解决 那这就很恐怖了 因为游戏内问题分太多种了 而且游戏内问题很多时候有可能解决不了 那可能就要采取多种多样的方式 要不然就 这把如果解决不了 那只能重开了 因为双方这个 你别 你别跑起来 怎么就重开了 是啊 我也要问一下 因为两边就是还达不到那个直接判胜 判负的那个条件 我们还有时空倒流吗 不是 是 但是那个就是不一定能用上 只能这么说 因为今天你在嘛 别别别 你又搞起来了 我还想问一下你 那我们正好聊点别的吧 我觉得这局势分析差不多了 现在大家要记住 这个局势就是我们都觉得OMB优势比较大 但是RW还有机会 因为他们是四宝一的阵容 对 那我们说点别的 就是我先想问你 你之前遇到暂停的时候 你们有什么心情上的波动没有 还好吧 我没有遇见过那种很长时间 就你们没碰到过那种一下暂停了一两个小时 然后没有没有没有 就都是很快的 就是一上来就因为我们比赛打的比较快嘛 就也不太喜欢拖泥带水 之前就是19分钟所有人就是大龙都给我集合 打一波大龙 对 直接就你不跟我玩 我要跟你玩 就硬硬硬硬 回来 你看看 对不对 这就是人对人之间的差距是巨大的 是吧 之前的解说这个环节就一弄就好几个小时过去 还重新开了 你看咋的 是吧 但是话别说这么死 一会还有暂停的机会 不会 不可能的 是吧 我告诉你 这种问题解决了一劳永逸 知道吗 这就叫专业 是 好吧 一劳永逸 这边 远古龙马上刷新了 这里RW也是率先在这边集合 RW这里很伤 一条龙都没控住 有点难受 而且主要是现在这个龙的属性 然后MG也在后期很舒服 对 其实现在我说实话 对于大家来说最舒服的反而不是火龙 就是土龙 后期拿两条火龙 真的不如拿两条土龙来的那么舒服 对啊 因为土龙能决定的东西太多了 这个远古巨龙逼团了 这也是RW为数不多的 可以找机会打团的时间 但是OMG好像选择是瑞兹开车 先送下来一个Icon Icon有位移赶紧上岸 兄弟你这是坑我呀 来看一下龙肯定要进入到抢龙的阶段 遗憾这边下去了 金城街1200遗憾抢到了 而且这边团战看见卡沙 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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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这里拿掉了这个五条小龙加持的这个远古龙buff 那这边团战是完全没得打的 好 这个体积 我先踢过来带线你们跟上 主要我说结束是因为卡沙先倒 是 抢龙 是 我觉得 不能预测的东西 但是卡沙死了 那就意味着这波团是绝对没得打了 大哥都已经倒了 就是 剩下一些惨兵败将 也收拾不了这个局面了 那这边可以提前攻击OMG了是吧 是 闪顶 不放你走 比赛的剧情发展的有点快 怎么突然一下就结束了 是 那我们也是恭喜OMG 第一局比赛 36分钟顺利的拿下胜利 虽然中间在龙坑外 遗憾出现了一次小好的失误 但是最终凭借着精彩的 抢掉远古巨龙 以及打赢团战 OMG还是成功拿下这样比赛的胜利 这个抢方还是比较关键的 是的 那我们再次恭喜